大家好,我是科学家,我们是一个正经的频道 好,兄弟们,快手的面部表情迁移项目LivePortrait终于来了 那我们本来想在介绍快手文身图项目可图的那一期一起做这个项目的介绍 结果因为可图需要讲的地方也比较多,就分成了上下两集 然后中间还穿插了一句快手的文身视频项目可灵 不过我们好饭不怕晚 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下快手的另一个开源的神级AI项目LivePortrait 那大家也看到了,这期视频开图的效果就是用LivePortrait跑的 那这个项目我自己测试下来做这个表情迁移的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应用场景也比较广泛,可以做数字人,也可以做不同表情的角色设计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这个ConfiUI来部署体验一下 那我这边使用的是端导云科学家版的线上部署 我们还是来到这个端导云开一台机器 好,在机器开启之后我们进入ConfiUI 那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视频的进度条有点长 要讲的东西也比较细比较多 所以我先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LivePortrait的安装 这里我用的是这个LivePortrait的KJ的版本 这个项目的getup地址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然后我们直接在manager中去输入这个项目地址安装即可 那这里要注意两点 首先就是要成功跑起来这个LivePortrait的项目 需要安装insightface的库 那很不幸啊,这个insightface的安装也比较麻烦 如果是本地部署的话 大家每一台机子的环境可能都不一样 安装的依赖版本也不一样 所以这里我无法给出一个标准的安装方案 还需要自己谷歌一下 然后如果你的confe UI曾经安装并成功运行过reactor 或者是instantid这里插件的话 应该是已经成功的安装了这个insightface 那么大概率安装LivePortrait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第二点就是项目方将这个LivePortrait的原版模型 转换成了siftonSource的格式 但是我们在安装后第一次运行这个LivePortrait的时候 是会自动去下载相关模型的 那如果没有开始下载或者提示找不到模型 我们可以去这个页面将模型手动下载 然后放在这个文件夹下即可 当然如果大家用的是这个单脑云的科学家版的话 我已经为大家部署好了相关的插件和环境 包括本期视频所用到的工作流 那端脑这边因为是分布式节点 所以可能还需要更新 如果大家开的这个科学家版的机器 已经有了相关的插件 直接使用即可 那如果还没有轮到更新的话 大家直接去用这个manager安装一下也是很快的 因为这个机器上insightface的库已经安装好了 好 关于LivePortrait的更细节的安装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步一步去为大家演示了 而且B站上也有很多关于LivePortrait的安装的教程 就是那种手把手本地安装的 有ConviUI本地使用的小伙伴也可以去搜一下 那我们在安装搞定之后 直接开始上实操 好 我们先点击左边的clear 将默认的这套工作流删掉 然后我们双击调出搜索框 搜索live 找到这个LivePortrait的process的节点 我们把它调出来 那这个节点就是这套工作流最重要的节点 然后我们来连接一下 首先是输入项 第一个pipeline 我们选中拖出来 这里只有一个选项 好 我们来选择一下 那在这个节点就会加载LivePortrait的模型 好 然后是第二个圆图片 我们拖出来 选择这个LivePortrait的节点 那我们在这里上传想要动起来的图片就可以 这里呢 邮请我们的老演员8号技师 那这个8号技师可谓大有来路 同样是用快手模型画出的纹身图 如果现实中呢 有这号人物 那咱还不得来个天天光顾 顺便的来个大面积接触 好 我们是一个正经的频道 那有想了解8号技师生产过程 生成过程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 然后是最下方这个Driving Image的节点 还是一样的拖出来 那这里呢 我们需要一段参考视频 好 我们点击搜索 然后输入Video 好 找到这个LoudVideo的节点 那如果没有这个节点的话 是因为还没有安装这个Config Video HelpSuit的插件 我们需要安装一下 那这个插件的Github地址呢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好 那这边呢 我就载入一段 这个男人面部表情的动态视频 那到这里LivePortrait的输入端就连接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输出端 这边呢 有两个节点 上方这个Croped Images输出的是裁剪之后的图片 然后下方这个Fall Imagine输出的是整体的图像 那我们选择这个Fall Images 好 拖出来 点击搜索 输入Video 找到这个Video Combine的节点 因为我们LivePortrait实际上输出的是一组图片 那这个节点呢 会将输出的图片重新组合成视频 好 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节点的参数 帧速率这里呢 我给到25 当然这个值也可以参考我们输入视频的帧速率 然后输出格式呢 我们选择HR64的MP4视频 这边我习惯把这个自动保存关掉 可以省一部分空间 有需要保存视频的话 我们直接右键另存为就可以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眼LivePortrait这边 大家也可以暂时先和我这边设置的参数一样 然后我们先不要管这些参数的意义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我们先来点击生成跑一下效果 好 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到八号机师的表情呢 已经动了起来 并且参考的时候 我们给到了这个视频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ivePortrait的参数设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raftImages和FallImages的输出的不同 我们看到第一个视频是用FallImages节点来输出的 然后第二个视频呢 是用CraftImages节点来输出的 那很明显 我们用CraftImages呢 就只输出了采检之后的这个人脸区域 但两个节点输出的视频都是根据参考视频做的 内容上是没有区别的 然后是右边的前四个参数 这四个参数是用来采检视频的 这里呢 建议保持默认就行 这里多说一句啊 就是我们实际生成视频的尺寸 是跟着我们提交的图片的尺寸走的 比如在这个案例里 我们提交图片的尺寸是1024x1024 那么这边它生成视频的尺寸呢 也是1024x1024 然后呢 是下方这个LeapZero 是设置是否在开始时人物的嘴巴闭上 这个我们暂时保持开启状态 下方这个Is Retargeting是去控制眼睛的动作幅度 配合下方这个参数使用 这个值呢 是0.1到10之间 参数值越大 眼睛的动幅就越夸张 如果我们想让动起来的是大眼睛的动漫角色 那么可以开启这个功能并调整参数测试 在下方这个Leap Retargeting和Is Retargeting同理 也是可以通过下方的数值去调整嘴巴的动作幅度 然后是Stitching缝合 我们看到第一个视频呢 是关闭状态 第二个呢 是开启状态 开启之后呢 整体效果更加稳定 尤其是裁剪的接缝处呢 过度更自然 这里呢 建议保持开启 最后一个是Relative 当上方的眼睛或者嘴巴的任意一项 或者两项围开启状态时 在开启这个Relative的选项 就会将头部固定 只传递五官的动作 那如果上方的眼睛和嘴巴的控制呢 均是关闭状态 则不会出现锁头效果 但在开启Relative之后的结果呢 明显更好一些 好 在了解完各个参数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个极端的情况 就是如果我们的原视频是头部运动幅度比较大的视频 我们应该去如何处理 那首先 如果我们是有条件自己拍摄视频的话 最好还是拍摄这种固定机位 头部尽量稳定的视频 但如果我们遇到这种速刷晃动特别厉害的情况 这里也提供一种处理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面对这种头部大幅运动的视频 开启锁头之后的效果 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在锁头之后保持了稳定性 但是只有五官运动呢 给人感觉就很假 而如果不去锁头的话呢 这个头部的运动幅度呢 确实比较大 那我们换一种思路 我们先来看这个系统 这个是最基础的LivePortrait的节点系统 右边接出来的预览呢 是经过裁剪之后头部运动的视频 那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深层的视频头部不稳定 但是和原视频相比 头部晃动的幅度呢 是减小的 也就是说这个原视频在走过LivePortrait的节点时候呢 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虽然稳定的效果并不理想 好 那既然一次稳定的效果不好 那如果我们多过几次这个LivePortrait的节点 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也就是将这个裁剪之后的视频 再次进LivePortrait来走一下 看头部的运动幅度能不能再减小一些 好 那我们来连接一下 我们直接复制一个LivePortrait节点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将之前这个Crop的Image的输出节点 作为输入项 再次输入到这个新的LivePortrait的DrivenImage中 好 然后为了方便对比 我们把这两个结果来合并输出一下 那我们来点击生成看一下效果 好 视频已经生成了 可以看到我们第二次生成的头部的浮动 相较于第一次就又小了一些 变形也没有那么严重 那我们如法炮制多试几次 这样的效果会更明显 那操作都是一样的 这里我就加速播放了 好 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先不要管这个五官的变形 因为我这边是开着这个眼睛和嘴巴的重定向参数的 而且这个我们一会还会修复 那我们只看头部的动幅 经过五次LivePortrait之后呢 这个头部的运动明显要比一开始稳很多 所以我们这种方法还是有效果的 那最后呢 我们来解决一下五官问题 那其实也很好解决 就是用原来的这个输入视频 再去引导一次表情生成 那我这里来连接一下 好 我们先把这些暂时用不到的LivePortrait节点放在一边 只留下最后一个 方便我们查看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个LivePortrait出来 这里呢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ImageBunchToList的节点 因为我们LivePortrait的输出的实际上是一个ImageBatch 我们需要转化成List的形式才能再次输入 好 我们来连接一下 这一次呢 我们直接看最终生成的结果 所以连接ForImages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将转换之后的ImageList作为输入项 连接到刚刚新建的LivePortrait 好 然后DriveImages呢 还是连接我们的原视频 作为面部的驱动 但是由于我们上面用了这个ImageBunchToList 所以我们也需要将原视频 也添加一个ImageBunchToList的转化 然后再输入到LivePortrait 这样上方输入的每一张图片 才会和下方输入的每一个表情图片的做对应替换 那这里看不懂的小伙伴呢 先不要着急 一会儿我还会再次掰开揉碎的为大家做讲解 我们先把这个效果做出来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需要开启下方这个Relative锁头 因为我们给到的这组图片 也就是这个效果 它的头部本身就是运动的 所以即使我们开启了锁头 更换的也是单张图片的表情 合成出来之后呢 这个头部仍然是和我们输入的这个ImageList一样是运动的 好 然后我们再次搜索ImageListToImageBunch 我们需要在输出图片的时候 再将图片转换成Bunch输出 不然呢 会死循环 好 那我们连接一下 然后这边为了方便呢 我们只比较最终的输出结果和输入的这个原视频 好 我们来提交生成一下 好 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到头部的洞幅呢 明显有了改善 然后五官这边呢 因为我前面几个LevelPortrait也都开了这个眼睛和嘴巴的重定像 而且这个数值给的有点高 所以感觉呢 有点夸张 那我们再来修改一下 我们把前面这些眼睛和嘴巴的重定像呢 都给到0.2来试一下 那最后一个锁头的LevelPortrait呢 我们不用改 还是保持不变 好 那我们再次点击生成来跑一下 那这里多说一句啊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流在跑最后一个LevelPortrait的时候呢 速度会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我们添加了ImageBashToolist的缘故 它需要将每一张图片的做对应 这里呢 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当然这条工作流的下写地址呢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大家也可以在端脑云科学家版中找到并使用 好 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到在我们调整了参数之后 这个五官明显比刚才好了很多 而且这个头部也如我们所愿 相较于我们的参考视频呢 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运动 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调整这个眼睛和嘴巴重定像的参数 让这个效果更加完美 那我这边呢 只是为大家做这个思路介绍 就不继续调整这个参数的设置了 那我们这里呢 再来总结一下这个思路 在我们遇到这种头部抖动较大的素材的时候 如果用一个LevelPortrait的节点去生成 效果会非常不理想 但是我们发现LevelPortrait在每一次生成的时候 都会对这个头部的运动呢 做一定程度的稳定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 进行多次的LevelPortrait的过滤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让图片的头部呢 保持了一个相对自然且稳定的运动 但是呢 因为我们在多次LevelPortrait的过滤之后 人物的五官相较于原视频呢 就会出现较大程度的变形 所以我们还需要最后用一个LevelPortrait的节点 将这个五官信息呢 重新做一次传递 那这个时候呢 由于我们是将五官信息 传给上一个LevelPortrait的输出视频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用到ImageBatch 去做一个视频和图片之间的转换 最终我们就得到一个头部相对稳定 且五官牵移相对准确的视频效果 那当然由于LevelPortrait的模型是开源的 相信以后呢 也会微调出更加强大且准确的模型 省去我们前面这些五步过滤的操作 那我们呢 也期待更强的模型面试 好呢 既然我们刚刚可以用这个ImageBatchToolist 去做LevelPortrait的输出视频的表情替换 那我们同样呢 也可以延伸到用这个思路 去做任何视频的表情替换 那正好我们也来看一下ImageBatch这个节点呢 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来看这套节点系统 同样呢 这套系统也可以在端脑云的科学家版里找到 大家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去下载 那在这套系统中 我将每一步的输出呢 都做了图片预览 这样就可以看到每一步的过程 那我们从最左边开始 首先我们来看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载入帧 是说我们需要载入这个视频的多少帧 于后面的操作 这里默认的值是0 也就是载入视频的全部帧 然后我这里为了速度啊 设置成30 也就是我们只做这个视频的前30帧的转换 当然下方这个载入的视频也是一样 我们做30帧 这样才能保证这两个视频之间帧数的对应 第二个呢 是跳过帧 如果是0的话呢 就是从第一帧开始载入视频 可以看到我下方这个面部参考视频 是从第53帧开始的 因为从这里开始呢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开口的效果 这样呢 更明显一些 第三个呢 是抽帧 如果设置为1以上 比如我这里的设置是2 则是每间隔1帧来进行采样 可以粗略的理解为将这个视频放快了一倍 这样嘴动的效果呢 也会更加的明显 好 然后我们来看钢铁侠源视频的输入 那这里呢 因为这个视频是横板 所以我做了一个视频的裁切 做成这个800x800的大小 那下方这个图片预览呢 就是裁切之后的效果 然后我们看到裁切之后的视频 是经过了一个ImageBet to List的节点 然后才进入LivePortrait 那这里我们看到将图片 转换为类似的列表形式之后 在我们看来和下方这个每转换 是没有区别的 但实际上呢 每一张图片都带有了 这个序列的信息 这样呢 LivePortrait才会识别并执行 然后下方这个表情输入也是同理 经过类似的列表转换之后呢 输出了30张图片 那么这30张图片 实际上和上方这钢铁匣的30张图片呢 是一一对应的 也就是说这些图片进入到LivePortrait之后 实际上执行的是对应图片的表情替换操作 即把第一张图片呢替换成第一个表情 第二张图片呢替换成第二个表情 依次了一推 然后在30张图片替换完成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List to Batch的操作 将带有List信息的图片 转换成可以合成视频的图片 最后呢 再合成视频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效果 那到这里呢大家就清楚了 本质上呢我们这套系统 做的是逐针图片的表情替换 所以说我们在LivePortrait里开启锁头 并不会影响最终深圳视频中头部的动效 因为头部的运动呢是根据这个原视频走的 而不是根据这个下方的表情走的 好 那这一期呢我们从头讲起 分别演示LivePortrait的最基础的表情迁移工作流入搭建 LivePortrait的节点各个参数的用法 LivePortrait的头部稳定的小技巧 以及结合Imagilist去做LivePortrait的视频和视频之间表情的迁移 那作为快手的开源项目 LivePortrait的不论是在应用性 生成速度 还是最终的效果上我觉得都还不错 甚至只要在我们这节课的基础上稍加改动 就可以做出一套相对不错的数字人的方案 那视频最后呢我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视频中介绍的这个五步过滤的方案 只适用于一张图片配合视频素材动幅较大的情况 而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转换之后 头部运动幅度过大的缺陷 而我们最后提到的视频对视频的表情迁移方案 我们只需要开启这个眼睛和嘴巴的充定位 然后再开启锁头就可以了 相对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唯一的缺陷就是视频对视频表情迁移所用到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配置显存较小的话呢还容易榨显存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我也会在以后的视频中呢 去探索LivePortrait的更多的可能性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最后呢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